啊,金牛座的,啊,啊,首先,这个角度会不会好一点,因为现在有很多,有很多的自然的光,就是进,进了我的那个工作的那个地方,所以是不是很漂亮呢,好吧,啊,啊,金牛座的朋友,你们真的,真的真的要,要很当心,很当心,对,不是,也要,OK,要很当心, 就是要,um,beware,OK,pay attention,也要去担心,就是去worry about that,OK,because,like,因为呢,我可以说你们的,你们的一些亲密的关系里面,那尤其是就是感情啊,你跟你的男女朋友,或者是,如果你们是已经结婚的话,就是跟你的老公老婆,或者我们也可以说,就是你的那个business的partnership, 就是你,你一个商业的那个合伙的关系,你们真的要很小心第三者,那如果是business partnership,就是说那个商业的那个伙伴的,伙伴的那个关系,所以,可能说就是有,有第三个人去,去,嗯,影响你们之间的关系,好吧,OK, 但是,如果我说感情会不会比较容易去理解,那我现在就去用这个感情的关系,关系去做那个例子,例子,好吗,那很容易很容易会有那个第三者的状况, 嗯,尤其尤其是,如果你的那个伙伴,那个伴侣是火象星座的人,就是说狮子座,白羊座,或者是射手座,OK,白羊座就是我们香港人叫那个牡羊座,还有射手座,我们香港人我们就叫那个人马座,OK,尤其如果他是一个火象星座的话,嗯, 嗯,那如果我们就,呃,从那个星座去看,去解析一下,为什么会那么容易有这个,呃,第三者的那个关系呢,因为呢,嗯,火星入庙在天蟹座,那他同时在三分双鱼座里面的海王星,对,那如果我们,呃,从那个双星学去做一些,呃,推工的话, 叫,就是derivative house,那就可以看到,你的那个伴侣,那个伙伴,跟,嗯,就是那个第三者吧,有,有很大很大的可能是你的朋友,所以你的那个伙伴,你的那个伴侣,会从你去认识你的朋友,那他们,他们两个就搞在一起了,OK,真的要很,很当心,也要很担心这个问题, 那,呃,如果我们去看那个原因,就是因为,嗯,随着这一个满月在双子座,有那个金土河的那个,呃,星象去发生,那金星就是你们的守护星,所以呢,其实就是说,你自己最近的那个感觉,会太过的成熟,会太过的老派, 好像一个老人家,很闷,还有,严重的话,会有一些心,冷感,心冷感,对了,所以你的有,所以,你尤其是火象星座的那个伙伴,那个伴侣,就是,就会觉得你好闷啊,你怎么不,不跟他一起去玩,所以他就跟别人去玩呢, 那,还有就是说呢,那个第三者,也,也有很大很多的可能是,也是一个火象的星座,所以他们两个火就搞在一起了,因为你很闷嘛,所以他们两个火就消得,呃,轰轰烈烈的什么的,对吧, 所以,呃,金牛座的朋友们,从这一个双子座满月开始,直到下一次我出,我出这个星座运势,就是说,摩羯座的星月的时候,你们真的非常要当心,还有担心